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是什么样子的初衷 觉得这门课是这么的重要 接到永轩 就我个人的经验 因为我在美国将近20年 因为我经历在那边是当学生 然后到后来在那边教书 看到整个大环境的转变 现在已经变成说 大大小小学校 它里面一定有现代音乐的课程 那我自己到国外之后发现说 哇 会这个新音乐演奏这一块 其实让我机会大很多 就是很多的演出机会 我觉得为什么想在北一带有这样的课程 现代音乐的演奏它不能等到说 你都已经拿到硕士 博士 然后出社会 然后才开始想通 没有 它一定要从很早就开始 我每一堂课 我在上课之前我一定先做audition 好 我就大概知道这些学生大概什么样子 包括他的专业的能力 还有他一些兴趣的问题之后呢 我就把它分到 我觉得适合他 还是他需要的这个组别里面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这个曲子是可以引起他兴趣的 还有就是我们跟那个李昂高等音乐院 其实是姐妹校 建立了这个关系网呢 它就是希望能够连结我们学校 北一大 然后李昂高等 然后 Berkeley UC Berkeley 也是我毕业的学校 我们都希望可以建立这样 就是变成说 不是说学生你就是你的学习 还是说你的展演 就是在你们学校本身而已 而是这是一个关系网 我们可以互相就是 我们的演奏家可以过去 我们的作曲家可以过去 他们的人可以过来 从历史的发展来讲 那比如说古典的作曲家 那个时代作曲家 他会演奏他前一个时代人的作品 浪漫人会演奏古典的作品 所以现代人不断地创作 不断地创作 我们就会有更多人 来接续演奏这样的作品 时代就在进步 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努力 谢谢大家